不像久了,我是小正 蕨类最大的观赏价值呢 就是它绿油油的叶片 是很典型的一种观叶植物 一般蕨类的叶片呢 都是比较旺盛的 在路下之后很多朋友就会发现 自己养护的蕨类叶片不是绿油油的 叶子呢开始发黄变干 那小正养护的叶子也不例外 有部分叶片已经出现了发黄变干的情况啊 那这个呢和它本身的特性也是有关系的 蕨类本身就是喜欢阴凉的养护环境啊 夏季千万不能暴晒 尤其是夏天养护蕨类 一定要放在散色光树养护 夏季的光照太强 暴晒很容易把这个蕨类的叶片晒黄晒烧 对于夏季养护蕨类出现黄叶最大的能力之一 那除了光照湿度也很重要 蕨类要保持较高的空气湿度 不管是哪个季节 家庭养护蕨类的时候除了浇水 还需要经常在这个蕨类周围 喷雾来增加空气湿度 这样能保证蕨类的叶片是绿油油的 那当蕨类出现黄叶枯叶甚至是烂叶的时候 需要及时呢把这些发黄的叶片给它修紧掉 这样不仅能减少养分不必要的消耗 还能保证蕨类呢有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活环境 如果底部呢有较多的烂叶你修剪掉之后啊 可以适当的用这个多菌领或者是百菌青龙叶喷尸和灌根 蕨类的涨势呢是很快的 你修剪掉之后保证养护环境的健康 它很快就能长出新叶片来 今天关于蕨类黄叶的原因介绍呢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关注再走吧